大家好,歡迎來到JS塔羅占卜頻道 還沒訂閱的小夥伴們請訂閱加開啟小鈴鐺喔! 這樣才能收到影片的消息通知 老師先在這邊謝謝大家了 今天的占卜測驗主題是 我在戀人眼中的樣子 老師在處理感情問題這條路上已經走了10年了 IG上面的感情回饋已經破3000折了 如果想要進一步改善感情的話 可以看說明欄下方的介紹喔! 不管是單身還是有對象的朋友都可以進行測驗喔! 占卜的對象是以女生為基準 若你是男生就請自行兌換角色喔! 今天是用三隻天竺數車車來讓大家選 請先在心裡默念這是測驗的主題 然後選出一組最有感覺的牌吧! 還沒選好的可以先按一下暫停喔! 那麼測驗即將開始 抽到黃色天竺數車車的朋友們 寶劍十膩 寶劍七 聖杯國王 你的伴侶是很溫柔體貼的 他時常照顧你生活大小事 非常細心且感性 正因為他心思細膩 所以他非常在乎小細節 也許你神經比較大條 常常忽略他的感受 這些他都會默默的記得 並且偷偷難過 他覺得你沒有花時間陪伴他 不夠用心對待他 你總是太有自己的空間 並沒有將他當作真正你的伴侶 你要多學會付出 多關懷他真正需要的是什麼 不要讓他覺得你都在忙自己的 至少要懂得報備 也要注意你的言語可能在無形中刺傷到對方 好好花時間用心的去跟他說說內心話吧 他不能忍受欺騙以及忽視他的感受 好好想想自己是不是有這些行為 如果有的話就請全面改善吧 我們看到雷洛曼 兒童 老鼠 狐狸 也許你習慣把焦慮 壓力藏在心底 你什麼都不說 對方自然也無法協助到你 甚至會誤解你有什麼事情隱瞞著他 這種感受久了 他可能會漸漸不那麼愛你了 當你發現他已經不像以前那樣溫柔 那樣關心你的時候 可能就已經來不及了 這時候趕緊來找老師求助吧 他對待人十分真誠 但也希望你帶他如初戀 也許你一直以來都習慣一個人做事 一個人難過 但有了他 就請你讓他多幫你分擔一些難過吧 讓他有存在感 有被需要的感覺 總之你就是要去多照顧他的情緒感受 不要用道理來說服他 要跟他感性溝通 浪漫天使卡 孩童 你的伴侶可能想要生寶寶了 如果你們已經結婚了 真的要儘快做打算 若你們還沒結婚 可以開始討論未來的事 也有可能是他希望你們的愛 如孩童般純真 可以簡簡單單的就好 也許你要注意你們之間有人在孩童的時候 曾經受了創傷 可能是做什麼都被家人反對 而導致遇到事情就想要逃避 或不願意去溝通 愛心牌 情感是你生活中自然而非必要的部分 但你的行為卻並非是做一個伴侶該有的 你過得很像單身一個人的樣子 你如果期望有一段好的感情 那就要表現好恋人該有的樣子 若你喜歡一個人過生活 就要找另一半也是非常忙碌的人 但這麼忙碌 要多花一點時間了解對方喔 接著我們看到茶葉占卜卡 山路 貓頭鷹 若你真的有想做的事 想完成的目標 你就直接跟對方說 他一定會無條件的支持你 但是他會給你很多建議 因為他知道這條路並不好走 就像崎嶇的山路一樣 雖然充滿危險 但往上走 可能就走到成功之路 對方其實並不笨 他非常的有智慧 他可以給你許多建議 你可以多跟他分享你的想法 你遇到困難的時候 也可以多請教他 他會給你非常棒的建議 提供你意想不到的點子 天使神域卡 極佳的點子 你的點子是由神聖所引導的 請採取行動 讓你的想法開花結果吧 你若遇到問題 就大膽的跟另一半求助吧 或者跟其他人求助 你信任得過的人都可以 老天不會給你無法解決 處理的事 你可以在任何時候 與大天使烏烈而求助 他會在任何時候 接受你的求助 可以給你一些想法 與具有創意的洞見 不管是想法 還是心靈上的指引都可以唷 收到白色天竺鼠車車的朋友們 魚人 保健識者 教皇逆 你在另一半的眼裡 像個孩子一樣 孩子天真浪漫 但也對什麼事情都充滿著好奇 卻也可能因此給對方帶來困擾 你會好奇對方在做什麼 而給對方帶來壓力 應該要想辦法讓自己成熟 獨立一些 以免對方漸漸認知你們兩個不適合 價值觀上面也會有落差 一個只想玩 另一個想要有好的未來 放下即時行樂的念頭吧 與對方建立未來共識 會是不錯的建議喔 接下來我們看到 雷洛曼 星 鐮刀 鞭子 這段關係一開始的確讓你感受到滿滿的疼愛 充滿幸福洋溢的關係 讓你沉浸在愛河裡 但不要只是接受對方對你的寵愛 而忽略了對對方的付出 隨著相處時間久了 對方漸漸對你失去耐心 他無法一再包容你的任性與無理取鬧 然後你們開始了每天爭吵 你開始抱怨對方不能體諒你 但你未曾想過他一直以來都在包容你 卻也不見你的改變 你讓他非常的失望 最終對方選擇了放手 面對突然提出的分手 你苦苦哀求說你會改變 請你盡快改善自己的問題吧 不然你遇到的對象即使再好 他都會離開你 浪漫天使卡 前世關係 你與對方可能是前世情人 這輩子再續前緣 你們有前世修來的緣份 有著前世尚未了結的課題 請好好珍惜你們的緣份 認真面對自己的課題 每一段感情都是在完成你未完成的功課 也就是你在感情裡需要調整及改善的地方 若功課未修完 你會一直遭遇到一樣的處境 愛心牌 只有時間 會給出答案 如果每次你都承諾對方自己會改變 但卻都沒有做到的話 那麼時間給你的答案 就是他的離開 但你也可以給自己一段時間努力改變 讓對方看到 否則對方是不會輕易接受你的道歉 茶葉占卜卡 別針 兔子 你可能在近期會有換工作的機會出現 或者你的事業即將走到另一個方向 感情的部分則是不要只著重在性方面 不然這段關係只會有性 而愛的成分卻非常的少 建議不要重慾過度 或是不要一開始就發展得太快 天使神譽卡 教與學 每個人都有自己獨特的成長背景 不同於他人的人生軌跡 因此每個人都可以作為他人的導師 同樣的 我們每個人都有能力去學習 不同於自己以往的經驗 你唯一需要做的就是相信自己 敞開自己的內心 接受自己不足的地方 且相信自己可以變得更好 抽到咖啡色車車的朋友們 聖杯七逆 寶劍皇后逆 皇后逆 對方認為你不是他心目中所期待的人 在個性上比較有主見 很難接受對方給你的建議 也可能較為情緒化 較為強勢 希望對方配合你 與你一開始給人的印象恰恰相反 讓他在更進一步了解你或是交往之後有明顯反差的感受 若有上述這些情形 看是否要先調整好自己 如果不知道怎麼調整的話 也可以私訊老師喔 老師的聯絡方式在說明欄下方 還有一點要注意的是 想法要務實一點 不要讓對方覺得你的想法不切實際 接著我們看到雷洛曼 熊 喬 塔 不曉得你以前是否有過被傷害的經驗 這讓你內心的防備之強 足得很高 你渴望得到愛與呵護 但你做出的行為卻是把對方往外推 通常你的能力也可能比對方還厲害 若你選擇的對象能力比你還差 你不要去嫌棄對方 也不可以去批評與責怪對方 不可以對他有過多的要求 甚至可能會需要去照顧對方 你會付出的比較多 若你內心無法接受 那麼你可能要慎選對象 浪漫天使卡 玩樂 與伴侶計畫定期的約會行程 有助於感情的升溫 不要都忙於工作 而少了對彼此的陪伴喔 但也要注意不要過度玩樂啊 愛心牌 激情 有一種磁性與誘人的能量包圍著你們 你們雙方的吸引力是很強的 但也要注意不可過度重慾 放慢步調 別太快進展 才是你們感情能維持熱度的方法喔 茶葉真補卡 漂亮的女人 在對方眼裡 你可能是一位很漂亮 且有氣質的女人 深深吸引了她的目光 但這張牌也有可能是在暗示 對方可能有出軌的可能性 對象是染金髮的女人 你也不用太過擔心 做好前面說的應該要改善的地方就好了 然後老師還有一點要提醒你 並不會長久 一段成功的感情 是慢慢經營 慢慢讓感情升溫而來的 不可以太快讓對方得到你 或者太容易去配合對方的要求 天使神域卡 超直覺力 聆聽你所能聽見的聲音 包含這個世界 這個宇宙 所有與你有連結的人說的話 他們的建議你要多多參考 也要聽從內在最真實的聲音 不要因為在愛情裡沖昏了頭 而忽略了自己內心最真實 最原始的想法與初衷喔 希望大家都能夠更加的了解對自己的問題的認知 並且找到自己的問題在哪裡 如果覺得準的話 幫老師分享一下 想要了解如何幫助複合或改善感情的方法 也可以看老師的網站介紹喔 在影片說明欄下方有眾多感情複合改善的回饋 請記得訂閱加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影片的第一手消息喔 那麼我們下期視頻見 掰掰